大家好,我是帕尔玛西罗涵的课程翻译,我自己也全程经历了课程的学习,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课后的再度的体验吧。 就是这个课程虽然结束了,但是正如导师说的,他的点话只有开始没有结束,事实也正是如此,我依然感受到身体在强烈的震动中没有停过,身体从始至终啊,从点话开始到现在,其实也过去有一段日子了吧, 可是身体真的是在细细蜜蜜的这种很微妙的一种震动中,特别特别有意思,能量也是非常强,有时候强到会觉得想要去睡觉。 那还有一点呢,是非常感谢尼夏娜达导师,将我的一个眼睛的视力呢,转好了。 那我现在不戴眼镜,其实呢,我是这边左边的眼睛是有三光的,所以如果把右边的眼睛蒙上呢,我的这个眼睛看很近的距离,还是会模糊的。 但是现在呢,啊,我可以看到我的电脑,以及电脑后面的水平,玻璃窗都看得很清楚了,真的比以前清楚好多,这就很神奇了,这就很神奇了。 还有一个,我觉得我的内在空间又被尼夏娜达导师撑开了,首先在课程的点画的时候呢,我就把很多的心愿写在了以打字的方式交托给了尼夏娜达导师,一些事情没有圆满的呢,我全部交托出去,我就感受到当下就圆满了, 就空间里面那些丝丝缕的东西就被拔掉了,就感觉平,就是仿佛这个空间多出来一块,可以像滑冰一样的那种啊,通畅。 那在课后呢,嗯,在实际生活中,在与每天与人的应对中,就会发现,嗯,曾经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比我要,嗯,能力更强一点啊,或者我对他有一些啊,尊重啊,没有觉得自己跟他一样, 能够跟他拉平的感觉呢,现在就会觉得很平,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,就相处呢,就更加的自如,应对也更加的自如了。 还有一种感觉就是,我觉得我的,无论是说话还是行为,啊,还是思考都变慢了,啊,其实是变稳了,我觉得,而且是变得清晰了,嗯,比起以前。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,我很喜欢,嗯,这样的一种感觉,非常好。 就是,嗯,同样在以前,如果事情很多,我还是会有一些,嗯,情绪上的影响吧,会觉得啊,怎么办啊,会烦躁。 但是现在一样事情很多,我会一件一件的做,嗯,会看到事情,但是呢,我一件一件把它做完,就比较稳,真的很稳,这个感觉,其实是,你像拿大导师让我在变成熟的过程,嗯,很开心,这也是我要的,嗯,我觉得导师,真的是按照我的心意,在帮我改变,很神奇,嗯, 嗯,就没有想到在短短的21天里面,可以得到这么多的收获。嗯,那导师20,在5月1号呢,就又会有21天的课程了,我也非常的期待,能够再次回到课程中,嗯,继续接受点话和学习,继续不断的,嗯, 嗯,进一步的,去得到基因,招意识基因的突变的点话,非常非常的期待,所以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,啊,感谢大家, iced on them